這個生日呢 總統統花了多少 我沒有花個萬八塊 我不會出來 哈囉大家好 我是Reby 歡迎又回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的頻道呢 最主要的企劃就是 Mai 為什麼會說是我呢 因為今天 Right now 就是 2022 5月6號 是我的生日 那今天呢 我要幹什麼 為什麼我要拍影片 為什麼不提早拍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 當天做這件事情 才更有意義 雖然說這支影片 大家看到的時候是比較 後面的一個時間點 但我還是覺得很值得 記錄一下 因為這算是我 難得 有一次是在生日的當天 買一個禮物送給自己 那我選擇的禮物就是 吉普利周邊 大家就好好的來看一下 我到底在吉普利周賣店 買了哪些東西 跟花了多少錢 那我們就gogogo 整裝完畢 又出門 去買我的生日禮物了 錢不錢 乃身外之物 我們喜歡最重要 快樂最重要 大家媽咪要出門喔 我要去買生日禮物 妳要跟我說生日快樂嗎 可惡 我也愛妳啦 好貓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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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聲正到了 然後因為剛好近期都在減肥 所以只要有樓梯我都會選擇 上樓的時候走樓梯 啊下樓的話就不要跟自己的膝蓋過不去 這位捷運站 然後我要去的目標就在 在信義百貨裡面四樓 要去巷子共和國吉普利的專賣店 因為我自己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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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歡吉普利的動畫 沒想到生日的這一天天氣 屬於一個不會太冷也不會太熱 然後天空也非常漂亮 很開心的一天 剛剛我有點疑惑到底是不是A8的這一棟 然後我就問了一下 詢問中心的人 然後我就說 這裡有四樓嗎? 他就說 呃四樓是富幼專區 然後就 為什麼要這麼疑惑的跟我說是富幼專區呢? 然後我就跟他說 欸我是要去吉普利的專賣店 他說啊對那就是四樓 好這代表的是我看起來沒有懷孕 OK 我到了 一整間店 然後還有大大的龍貓 好可愛 睡不了我要開逛了 喔我的天啊 小手帕 啊我不知道該怎麼 該怎麼挑欸 蛤 是五連男專區 這個是飾品盒 這個是飾品盒 它裡面可以放東西 哇我的天啊 好可愛喔 然後還有在等公車的 喔 喔我的天啊 還有手帕 毛巾 鑽石 夠累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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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魔女在這邊 超牛 超多拼圖系列的 有透明的 還有一般小盒裝 上面還有拼圖拼圓的 這樣子 買完了 因為其實我除了北部這邊來買之外 我還有拖人幫我在南部的店也買了一點點齁 所以蠻開心的 好我們就回家開箱 回到家了 然後應該有發現我的服裝跟購買的時候 還有片頭的時候應該是不同的樣子 因為我在生日這一天買完之後到家 我就直接接著開實況 所以關門來之後呢就是半夜了 我就想一下 蛤這張我還要拍嗎 所以現在其實是5月7號的下午啦 我們就趕緊來開箱了 像子宮和國的話 他其實之前有在台北開過店 但是後面就是關掉之後重新開幕 然後在台北台中高雄都有店的情況下 然後又加上有開幕禮 如果託我的高雄MOD 拜託他 真的是 的方式 請他幫我去高雄的店面湊到滿額裡 然後是相當幸運 我有湊到 但是台北市脫特包很可惜沒有拿到 但我覺得有個小包也是不錯 因為畢竟這是高雄的店才會有的 然後那個時候也有請他買 那那個時候挑的是 脫女宅即便的地墊 不知道為什麼 比我想當中的再大一點 所以我有考慮要不要放在 進門口前的位子啦 那再來有一個是我真的覺得超棒 那個時候一看到的時候 然後我還有問一下我高雄MOD 我就說欸你覺得這怎麼樣 他就說這感覺貓就會打斷 然後我就想說 蛤 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至於吧 他是天宮之城的造型 然後他最最最最主要是 就天宮之城下面那邊 他是磁鐵 我自己是因為 我有時候妝髮結束回到家 會有很多小黑夾 像這種小黑夾 我就會直接 細在桌上 就擺在桌上 會比較好找到他 你喜歡喔 那你不可以用掉喔 好不好 那個時候在 拖他在高雄買的話 因為為了湊那兩千塊 我就說那你就剩下的 摳摳就隨意 然後後來他是買了兩個 兇章 一個是龍貓 龍貓裡面那隻 白色的小龍貓 那另一個的話就是 千尋裡面的物電台 蠻可愛的啦 我覺得他挑的是真的我喜歡 他一開始還說 還是我幫你買蝗蟲 說拜託蝗蟲超可愛好嗎 那接下來就要進入到 台北店所買的 所有的東西 先來這個 這個就真的是 嚼踏墊 然後吸水素乾 是真的可以放在 浴室前面的 除了這一款之外 他還有一個無戀男的 但我後面想了一下 還是幾級獲勝了 然後再來 哈哈 他是天宮之城的鑰匙 就是中樞飛行石 就是他們不是 進到那個天宮之城中間的時候 有很多那個 正方形的石頭在移動 他是一顆筆叉 哈哈哈哈 他就是這邊有一個洞 然後底下的話 那個天宮之城就是 開啟天宮之城那個石頭的 那個徽章的感覺 肯定沒有在亂花錢 完完全全沒有 我好喜歡 因為我自己的鑰匙圈 其實用蠻久的 然後他沒有一個系統性在 所以我想說 藉由這一次直接買 他有一個是皮革的 他就是可以當做主鑰匙圈 那我另外還有買一個 龍貓的鑰匙圈 為什麼會想買它 是因為他旁邊掛一個果子 怎麼怎麼好可愛 好這個是紙具廠 我是買霍爾的移動城堡的紙具廠 就是感覺弄起來花 放在桌上當擺飾 感覺很漂亮的 然後另外還買了也是霍爾的 因為這個蠻真的好帥 我自己在看霍爾的移動城堡的時候 霍爾的每一個造型都帥沒錯 但我最哈的就是他黑髮時期 這個是沒有附框的 因為他另一個的畫室還有附框 可以讓你整個立起來的 貓的鑰匙其實在台北店 沒有太多周邊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150片迷你的拼圖 然後是 躺在草原上面的 然後比較大的 拼圖我有買兩款 一款也是魔女展機便 就是他跟吉吉去外送的時候 然後在海洋上的那個樣子 那另一個的話是龍貓系列 像是在樹上面 然後吹著鼻子的那一幕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 天空海洋那種藍藍 那個配色我也覺得看得很舒服 這個超特別 他這個畫是飛行師 然後這個我有點想要現場把它拼起來 然後我最後會選擇它是因為它拼起來之後 可以真的戴 它打開就是這個樣子 依我這智商 250的情況下 我應該是簡單單可以把它拼完的吧 它其實算好拼 因為它就沿著這個有很彈型的圖案 去把它拼湊起來就好 我沒有黑色的線 我只好先拿 超像板蛋糕的線拿 然後它大概就會在胸口這個地方 蠻不錯的 我蠻喜歡的 好然後再來另一個是 它是透明的撲克牌 喔它好酷喔 它背面是看不到正面圖案的 等於說它真的是可以 它真的是可以拿來打牌的 就你完全不用擔心說 誰想炸賭 那我不可能 然後正面會有一系列不一樣的 龍貓相關的圖案 有主角 然後還有小黑炭 收拾完了我都沒有買各系列的主角們 就是我都是買配角 像這個的話是魔法公主的那個小精靈 他們不是穿梭在森林裡面 然後樹上都會很多有這個小精靈 我一直搖頭啊 然後紅豬系列也沒有很多 它有公仔可以抽 但是我不知道抽出來會不會是豬腳 所以我有點擔心 我就買了手指丸喔 真的很可愛 它做的很仿真 我買了不少跟 身影少女有關的 然後是那個幫她開 電梯的那一位 請休安提擋到我們了 還有那個泡澡堂的雞先生 老貓公司 我還買了鍋爐爺爺 我很意外有出鍋爐爺爺 鍋爐爺應該算是我最最最意外的 魔法公主的話還有買的那隻狼 就是女豬腳踏騎的那隻狼 很帥欸我很喜歡欸 但買了蠻開心的 或者一種城堡的話 我有買五金跟卡西法 卡西法真的也沒什麼周邊 我真的超氣的 之後好像五月中五月底的時候 會出一個卡西法的戒指 如果真的也漂亮的話 可以想想看一下不要買 然後再來是兩個比較大的 我臉難在爆食狀態的飾品盒 因為我很喜歡亂丟 也不是說很喜歡 我真的習慣不好 我會亂丟我的飾品 我就是拿下來之後就 啪就放在我的花燈桌上面 然後它做工超細的 就抓著一個盤子 然後它上面的蓋子是烤機 然後就可以把飾品放在裡面 然後把烤機蓋起來 這樣我就可以放在我的電腦桌前面 最最最後一個 這一個我想的比 那個中速飛行士 那個比它還要久 是因為這一個是我 所有 不管是高雄店還是台北店 買最貴的一個單品 包公爵的音樂盒 然後它 它其實不中 它的歌曲也是新之谷裡面的歌 它又一整尊 然後它又很高 可是在播的時候它不會動啊 但是我覺得它做的超精緻的 因為它這一尊其實單價就 快很千塊 就1880 然後 最後最後我真的在最終的一刻 確定要把它帶回家了 好 可以來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這個生日呢 總統花了多少 我最後花的錢大概是落在 一萬出頭左右 這也是我原本預計就是 會花到的金額 我當時就想說 沒有花個萬八塊我不會出來 然後現場的話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琳瑯滿部的項目 但是 我自己是 想挑一些 我是真的用的到 且真心喜歡的 我就沒有 盲目的買 沒有什麼東西就丟進去了 然後現在碰到疫情 好 現在再來是 現在有在開 下子公的國是可以讓我們去逛的 不然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能擁有這一些週邊 如果之後疫情比較趨緩的話 應該就會直接殺去 集福利的工作室 因為我覺得那邊應該會是一個很值得 逛的地方 這就是這一次送給自己的生日企劃 就是還有一點點很抱歉 是因為 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都是我自己在為自己拍攝的 我沒有特別請小幫手 是因為我希望這個生日是 就是我自己送給我自己的生日禮物 我自己擁抱自己的時刻 所以在終於過程當中 可能大家會覺得 哇這個影片怎麼看起來有點 哩啦啦的 但是都是我滿心期待 且很開心 有所滿滿收穫的一千 然後開完箱之後我也還是覺得 啊 我把錢錢換成酷酷的東西 且開心的東西 那可能在開箱的過程當中 有點小胡亂 因為有一隻貓在嘛 那另外 怎麼沒有一個桌子 沒有一個椅子 沒有看到展示的感覺 當然就是更辛苦一些 找了一個藉口 然後整個五月我都會覺得 是很美好的一個月份 我都會說五月一整個月 都是我的生日月 我每一天都會這樣保持心情很愉悅啊 然後看待所有的事物 然後跟我喜歡的觀眾們 或我的新朋友們 繼續相處 非常感謝大家這支影片看到現在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請按下那個紅色按鈕 然後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支影片了 那如果大家還有想要看我拍哪方面的影片的話 也非常歡迎可以跟我說 那另外的話 我自己實況都在Twitch開台 如果大家要在實況上看我的話 就在Twitch搜尋 RMBY7721就可以找到我囉 好了 大家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終於正著休息的時候 把我的 試禮物們都擺出來了 太開心了 把男爵放在這邊 他的耳朵這裡 還有耳朵後面 被虎太咬了兩個洞 剛剛好沒想到 然後飛行室那個立體拼圖 剛好可以跟天空之城搭在一起 還蠻漂亮的 然後把飾品盒也擺在了電腦桌 還有其他的手指公仔 叮 中出飛行室 然後插了一支筆 隨時都可以用 後面 龍貓的 出客牌也擺出來了 啊 看了就是舒服 另外鑰匙圈也用好了 他的這個骨銅筋真的是很美 把胖胖的龍貓給放上去了 那這個橡果子真的很可愛啦 滿意 目前幾集的腳踏天然化 我是放在我的化妝台前面 然後因為他的觸感虎太蠻喜歡的 所以他偶爾會睡在這個墊子上面 另外是放在廁所前面的腳踏墊 然後我必須說他實際踩起來 很舒服欸 剛好趁休息的時候把房間 欸欸欸欸 臭小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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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想犯罪 欸欸欸欸 嗯 嗯 幹嘛 不可以 不可以去欺負男爵 喔 好 你